1.5型糖尿病 10至15%被误诊为2型 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可分为1型和2型 但很少人知道其实有1.5型糖尿病 台湾医师李思贤在脸书粉砖指出 1.5型糖尿病是指成年人发生自体免疫状况而导致的糖尿病 1.5型糖尿病患者常常会被误诊为第二型糖尿病 主要是因为年纪的原因 但根据统计显示 有10至15%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是属于1.5型糖尿病 虽然很多时候患者没察觉有过多的碳水藏在餐盘里 但临床上有很多糖友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其实都已经非常完美了 没碰加工食品、精致碳水、吃得很健康、规律运动、适当睡眠 但是血糖仍高于正常范围降不下来 李思贤指出 1.5型糖尿病患者的症状与第二型非常相似 如口渴、疲倦、饥饿等 但体型通常都是瘦的 是大家不认为会患有糖尿病的体型 如何区分1.5型糖尿病? 李思贤说明 和第一型不同的是 1.5型糖尿病属于较晚发的糖尿病 患者多半大于30岁 相对于1型糖尿病的抗体攻击产生胰岛素的细胞是迅速的 而1.5型的抗体攻击细胞是较缓慢的 所以病程进展较慢 细胞还是可以代常产生一些胰岛素 而和第二型不同的是 1.5型属于细胞被自体免疫攻击的糖尿病 所以胰岛素的分泌会越来越少 反观第二型糖尿病在整个糖尿病的过程中 除了末期胰岛素分泌会减少以外 大部分时间胰岛素分泌都是过多的 诊断1.5型糖尿病 要怎么知道自己有1.5型糖尿病呢? 李思贤建议最好先与医师讨论 生活习惯是否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日常饮食中是否藏有陷阱 并测验胰岛素以及C-pepti水平 若胰岛素分泌水平较低 且血糖水平较高 又是新诊断的糖尿病 就有很高的几率是属于1.5型 另外 要更确定诊断可以验一些自体免疫抗体 如GAD、IA2、IAA、ICA、GNT8 但目前只有大医院可以做这些检测 如果有大于一项抗体检验为阳性 就非常有可能是1.5型糖尿病 且越多项检查阳性 即表示细胞被抗体攻击衰亡的速度就越快 医疗处置 李思贤进一步说明 依据胰岛素分泌的多少 需要使用的策略会有所不同 治疗目标主要是尽量减少血糖的波动 以及体内发炎反应刺激 以防免疫系统攻击细胞 若胰岛素下降到一定的程度以下 就可能无法避免胰岛素注射 进一步的医疗处置请咨询医师或是相关医疗人员为加 至于饮食方面 李思贤建议摄取低碳水全食物饮食 有助降低细胞胰岛素分泌的负担 同时应尽量避免卖类以及乳制品等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的食物 此外 间歇性断食也是可以让免疫系统冷静以及细胞休息的好方法 最后李思贤也提醒 要尽量选择比较不甜的水果如梅类 酪梨 巴勒等 健康生活编辑部